在座的各位 是否曾经想过 未来没有电的情形会是怎么样 台电在未来五年后 每度电增加0.5元 我们一年就必须多花 一千零九亿元在电费上 这些钱是必须由我们 全台湾人民共同 一起来负担的 根据数据显示 目前我们核能发电 以及火力发电占了百分之九十六 现在百分之九十六 它使我们的空气 造成很大的污染 由于环保意识抬头 以及核能 由于环保意识抬头 我们势必要降低对核能 以及火力发电的下降 大家觉得未来有钱 还买得到电吗 大家好 我们是Double Green 我是CEO郑志宇 我们要致力于解决 能源失衡的问题 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一段 Double Green的概念影片 你曾想过有一天 你也可以自己发电吗 我们转换生活中的元素 帮企业发电 不经意的踩踏 或上厕所 甚至每天都有的太阳等等 将电力集中于总控制系统 让企业商家 自己用的电力自己发 未来Double Green 期许将各个点连接起来 透过我们的配电 让多余的电力可以分享 真正达到智能社群的绿色地球 我们是Double Green Double Green Green Your World 那在看完这段概念影片后 相信大家对于我们要做的事 有相当程度的了解 没错 我们就是要做这三大项服务 绿能整合 自主发电 以及电力分享 那我们有别于台电的 集中式发电模式 我们要使用的是分散式能源 分散式能源 就是将发电设施 设置在用电区的附近 它能够降低电力 在输送过程中的耗损 运用此概念 我们整合各大绿能技术 达到自主发电 并且在未来 让电力可以达到 电力社群的概念 那现在有许多的技术商 在研发绿能科技 目前大家可能只知道风力发电 太阳能发电等等 但是你们知道吗 甚至连你的尿液 也是可以用来发电的 生活中其实还有更多的技术 可以使用 那我们现在就来举个小小的例子 画面上看到这张影片 这张照片 就是在座各位所谓的 政大国际会议厅 我们只要把一个压电地板 放置在门口 在场有这么多的人 只要踩踏过 来回一次 上面的这一排灯 就可以亮一个小时 那声音呢 灯泡亮了 没错 这么有趣的概念 在生活中 其实都是可以应用的 那有这么多的科技 有这么多的技术 却很多人不知道 因此我们Double Green 结合技术端 以及顾客端 成立了绿能顾问公司 那在顾客端的部分 我们会借由Double Green 研发出来的总控制系统 它可以来整合各项绿能产品 它也可以集中管理 整栋建植物中绿能产品 所产生出来的电力 我们举例来说 这栋管理学院 有三项不同的绿能技术产品 他们所产生出来的电力 都会统一储存至总控制系统 之后再将电力 分配至屋内各处 达到自主发电的目标 而多出来的电力 还可以让周围的路灯使用 达到电力分享 那我们要怎么证明 我们Double Green的服务 是可以使用的呢 是可以验证的呢 现在就请我们团队的专业顾问 张佳佑来为各位解释 谢谢志宇 我们首先直接锁地 电力使用稳定 以及具有绿能产品开发的 加油站来模拟我们的服务流程 那么此服务流程 一样可以套路在不同地方 我们看到加油站实际的画面 比如工作情形 在观察到 他们具有大量车潮的特点 还有占地面积广的特性 民众回来指上这种 我们透过上述的特点 搭配我们Double Green提出了绿能标准表 考量了成本效益 回本年限等等因素 我们优先推荐使用 太阳能 尿应系统 还有我们压电产品 我们实际安装 我们看到 搭配我们的总控制系统 当太阳能启动时 压电 太阳能启动时 我们电力能够增加 当汽车经过我们压电地板的时候 电力增加再增加 那当民众来此上厕所 尿应经过我们的发电系统 电力增加增加再增加 由如此一来 我们将能达到自主发电的功能 那么我们实际帮加油站 做效益的评估 一年加油站 将要花两万度电 而透过我们的产品使用 可以造成两万五千度电的电力发生 那这多出来五千度电 能够让一个家庭 一整年完整的使用 现在加油站 可以将电力分送给其他店家 还有其他家庭 让它成为一个社区型的能源中心 那就是因为我们有长期的评估 才能提出完善的规划 我们现在也听听其他加油站业者 对我们Idea的想法 我觉得去认证Idea的 是说过来一个面秀在我们的家庭站 我觉得你们的想法还不错 可以试试看 那不可信 那不还不错 很棒 我们Double Green实际验证了 加油站的可行性 之后我们将继续靠用此模式到不同的店家 还有企业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让台湾都能够亮起来 那或许你们会有点好奇 难道只有Double Green在做这件事情吗 的确不止 相较其他绿能公司 我们Double Green提出了多项绿能整合技术 还有紧扣客户与技术站的桥梁 现在来说我们实际与压电技术厂商 均富取得了合作意愿 在客户端部分 当然还有 客户端部分 当然还有加油站 以及多项企业都表示正面回应 我们提供了电力节省的方案 为他们准下电力 对于技术端方面 我们通过Big Data 提供市场资讯 以及顾客回馈 造成了最大的利润 以及社会的价值 现在我们就以财务规划来 阐述我们的阶段性策略 第一年 我们先看 以成本结构分析 我们主要用于 总控制系统的研发 以及试验点的设置 那我们的收入主要在哪里呢 主要是我们的顾问服务 以及绿能装置 那我们预计在第五年 能够与 简能公司合作 让我们扩张我们的市场观点 达到最高的效益 那么接下来 我们在第三年 能够损益两平 第五年 EPS达到26.87 我们Double Green 五年之内 要将台湾的市场 抢下 之后 之后我们要拓展到日本 还有德国 我们立足台湾 进军全球 智力成为全球标端的绿能顾问公司 我们Double Green 前景一片看好 诚挚的在这边 向各位冲头 募资一千万 作为我们系统的开发 那你们可能会质疑 为什么由我们来做呢 因为我们拥有 专业的技术整合 以顾问服务团队 还记得一开始的黑暗吗 我们Double Green 会让你们的 未来 再亮起来 谢谢各位 好 我们谢谢Double Green 很紧张 不要紧张 那我们请评审提问 各位评审的麦克风 就在椅子的侧边 我想先问一下 各位 第一个问题是 你们有没有人 稍微营救过电业法 有关发电输电 然后相关的法律的规定 尤其是 如果你要做电力的 再贩售跟配送的话 需要怎样的宽幅力权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问过 就是有关对于 对于电力系统比较有感言的 技术人员 就是你们的 就是你们提到 包括可能用压电 或者是太阳的这些 这种直流产生的发电的 那个产生的电力 要怎么样 被并流 被那个转换电力 并且并联到 以交流电为主的 那个Power System 里面 那第三个问题 其实是 我看到你们在那个 刚刚的职业里面 做出来的财务预测 跟我们手上拿到的 BP 里面是不一样的 请问一下你们 后来你们 Visets Model 改变了什么样的地方 然后为什么 做分布式发电的话 这个绝对是将来的未来 这个已经是行业 逐渐接受的 特别在美国 这已经是二十年时间 大家能够看 将来的未来一云的分布是 包括我现在几个成功的公司 标的SolarCV 或者其他 大家也都在用不同的形式 情维也包括你们在想的 太阳能力在做 所以这个方向的话 你们选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向 而且这个问题 也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从未来几十年 就会越来越变成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所以这一点的话 我觉得我要非常表达你们 选的这样一个方向 而且你们的确也是找到 一次再找到各种各样的方案 来做一样的相应计划 我觉得这点做得非常好 也是跟前一个评审提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原因是四 因为对于你们来讲 是公用方式 直接的 最终的客户 如果再按照你们的假设 最终用电的人 在两者之间 还缺一个叫电网 或者叫配电 虽然你们分布室 但是按照你们的技术方案 是没有办法 直接一对一的 所以中间有其他的 需要参与进来 才是在整个交易里面 那么随到有些 刚才提问已经问到了 我就不再问 第二个问题 因为电力本身是一个 commodity 对于最终用户来讲 他不管你是什么发生的电 他用了什么电 所以那从最终用户的角度来看 他如果付 他是要付什么样的电价 如果按照现有的情况下 电价是 或者是regulate的电价 是要由政府来参与决定的电价 那对他来讲 或者对你们来讲 你们的收益平衡 或者对他来讲 他要考虑到一个回报 或者如果你们来去建设的话 那么谁来建设 回报周期有多长 成本和效益之间的计算 你们有没有做过 不管是你们作为直接卖店 还是现有这家卖 或者对于如果是最终的客户 他来去付更高的电价 对他来讲 你们有没有算过 这个 benefit or cost 的关系 如果还涉及到一个第三方 比如电网 也要参与 他来付你钱 然后他再卖给最终用户 对他来讲 这个 benefit or cost 来去算 对我不知道 君臣们的讲话 你们有没有算过这个问题 这是我的第二个问题 哇 不好意思 我忘了给你们交代 那个 我们的评审委员里面 有四个台大电机系 然后一进是绿能专家 是能源专家 然后我们秋月 是Life Science VIO方面的专家 所以增加再问问题 希望你们学到很多 再问 加速要再加码吗 是 OK 好 学姐先 再问一个问题就是 当你们选择这些技术 跟那个场域的时候 你们的评估做了哪些 为什么你选择这样子 那首先我想你们是第一队 还是鞋言人 我想第一个上不简单 那其实我这边有没有三个问题 前面大家有问过 第一个我想就一进说 Grid这个问题 这样子 那我跳到后面 我觉得财务这边 我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就是说 我记得你们这边讲加油站 然后财报上面是说百货公司 百货公司我记得你说 一年省六、九万 那加油站这边是 刚刚说十年回本 那一年大概省一万 那从你们的了解 我们先不管它会break even 就是说 从你们的了解 加油站跟 你们所谓的 新光三月一年的营收多少 那第二个问题是说 even这个营收 你们觉得对他们来说 省这个钱 有没有意义 这样子 像刚刚说 新光三月一年省六、九万 对他们来说 太容易了 好 我来 我来问几个问题 不过我想 首先我想 一博士那边提的 跟我想的是一样 你们选的题目很好 因为我想 遇年是很值得 就是深入关注的一个问题 不过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大题目 所以非常不容易 这么多人在想 想不出一个很好的方法 那所以我觉得 你们可以往这方面 再多思考一下 别人 碰到的困难点是什么 为什么 没有办法继续下去 我觉得去解决 那个困难点 可能对你们 就是这个 未来的题目的发展 是有一些帮助的 那我想前面提了很多问题 包含就是 smart grid的问题 grid的问题是 牵入系统的问题 所以那个比较大 待会你们可能可以回答 那我去想说 如果不是一个smart grid 只是在 这个自主发电 也就是一个building去发电 可能没有牵制到 对外连线的问题的时候 这可能是一个 短期你们 比较可以做的 那如果是 背上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我想请问 就是说 第一个是这个 包含太阳呢 我想大家都知道 这压电系统 你们有没有研究过 它之前 这家军服公司 面移的困难点是什么 就是技术上 面移的困难点是什么 那为什么它推广不容易 你们有没有分析过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 它需不需要一个 除能系统 就是你发的电子 不要除能起来 这个除能系统 占所有的overall cost 我们有看到 占了多少 那需要 什么样的除能系统 才能搭配 这样一个就是 压电系统 是 今天比较想要了解 是市场面移的问题 看起来似乎好像 我们中国 英国 日本 有类似的产品 在销售 所以我们是不是 有了解一下 你的销售状况 目前是怎么样的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合作厂商是 捐付完的 那么我们是不是 有了解到 目前捐付完的 销售状况 那如果不太好的话 那它们的问题 是出在哪里 那你的销售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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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了几个问题 谢谢 好 问题都听清楚了 这么多的问题 表示 评审对你们的 不信息 那你特别有兴趣 所以谁来负责回答呢 我们开始计时 麻烦帮我把同影片切到第三十三列 根据我们目前的计算 我们在加油站实际发出来的店价 我们一度店也需要5.25元 而目前台电的店价 大约一度是三块钱 而考量到未来 当电力势必会上涨 那 当台电的电力上涨 而相对的 绿能技术端呢 它们成本 势必会一直降低 因为技术会一直提升 效率会提升 成本也会降低 考量到这两个交叉点 所以势必呢 未来 绿色的电价 绿色能源的电价 将非常有可能效于台电的电价 目前加油站的他们的电费 是由台电有提供他们一个优惠方案 也就是所谓的时间计价的方式 而时间计价呢 就是收取基本费 然后会依照尖峰以及离峰的时间 有不同的计价的费率 而 而 考量到 而就算台电有给他们优惠 但是他们还是会有一定的基本费率 所以我们相信 如果用了我们的服务 我们还是可以 使他们 节省他们的电费 对 那刚刚评审有问到说 我们在BP里面 都是写说 我们是针对百货业 那我们 现在呢 有点小跟动 我们改成针对了加油站 那是因为我们考量到 对百货业来说 就像刚刚评审说的 我们所节省的电力 对他们来说 几乎是 微乎其为只有百分之二 而我们考量到 我们想要达到 自主发电 以及电力分享 这两个 这两个大概念 所以加油站所需的电力较小 而加油站的同时 具有较大的 绿能发展的潜力 所以我们决定 将我们初期的目标市场 转换成加油站 这就是我们 为什么会转换成加油站的原因 那这个不好意思 加油站一年营收大概多少 不好意思 我们等一下再回答这个问题 可以吗 好 我们先麻烦先跳到51页 这是绿能标准表 这是绿能标准表 刚刚有提到说 我们算出来的依据是什么 而我们绿能标准是 我们实际呢 去查各个绿能的相关数据 而数据的来源 包括了 政府机关 学术论文 以及实验室的数据 我们整合去计算出 每项绿能所需要的 比如说效率 所需的成本 然后我们评估出了 这个绿能标准表 以此借了我们作为推荐的基础 那刚刚有问到就是 在移动建筑里面的总控制系统的原理 麻烦帮我换到第五十页 我们预估呢 总控制系统可以藉由 这个简略流程出来达成 其中电脑控制器 以及电脑制服器 以及配电箱 而配电箱 我们希望能够 有做一个电池储存在里面 而电池的技术 我相信会是我们最大的问题 而我们之前也非常烦恼这个问题 但是呢 然而就在上个月 Tesla开放了他的所有专利 所以我们之后呢 希望能够借由询问专家 以及去询问他相关的专利技术 来让我们完成了我们的总控制系统 有关于加油站的营收 他们一个月大概是263万 还有吗 加油加油 刚刚有提到关于电网的法规 那我们最近有查 我们有查到资料 近一年呢 政府已经开始准备借由 有通过修改电业法来推动电业的自由化 让一般的企业以及民众 可以自由选择买卖电的对象 所以这样对我们的好处是说 我们可以直接使用台电的电线 因为台电也在推动电业自由化 政府为了防止台电的垄断 所以我相信这对我们是非常有利的 好 刚刚有提到说 好 刚刚有提到说什么 让你回答最后 好 刚刚有提到说 关于均富 也就是我们所结合的压力厂商 他们为什么不能做 他们遇到了什么问题 就我们有实际 他们取得接下来 那他们目前呢 市场针对在欧美 因为台湾的政府非常不支持他们 不愿意跟他们合作 所以我们希望呢 能够透过我们整合多项率的技术 因为压电只是其中的一项 但是当我们可以结合多项的时候 我们可以增加对顾客的说服力 因为结合多项的话 效率以及规模都会有所提升 所发出的电量也会越多 那成本也会越低 所以我们希望藉由这个来说服顾客 以及同时结合技术端 来完成我们服务流程 谢谢 好 谢谢 好 你们准备了很多 OK 谢谢你们 谢谢 去做assessment 你们谢谢叶师 我知道你们这一组叶师也是辛苦了 谢谢叶师 我知道你们这一组叶师也是辛苦了 谢谢叶师 好 希望这个business 你们真的去做得起来 因为真的是太需要了 谢谢第一组 辛苦了 我们再给他们掌声 好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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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Ар